一箱箱物资在一箱协助下 送往灾区最前线 这些名声必需品 都是这位身色上衣男子 负责统筹发放 他是花莲县同乡公益总会总干事吴哲仲 因为离癌吴哲仲说起话来相对吃力 但丝毫不减他满满爱心 看看这一整车物资 都是吴哲仲搜集到的民众心意 他因为下咽癌进行全咽喉切除手术 没有声带 经过长期练习 用人工假话器来说话 过去几天吴哲仲就是这样拖着病体 和其他志工会诊一车车物资 跑遍灾区发送 前几次我们都有经验的 马上去出发 知道住在什么地方 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直接送过去 衣服食物这些 包括避难所 就是到灾区去帮助人员 加油他去 早在2018年普悠玛号列车出轨事故 吴哲仲就自己开车 哪里需要协助就往哪里去 因此对东部灾区救援相当了解 不过其实吴哲仲曾当过兄弟 有黑道背景 如今洗心革面回馈社会 尽管说话不方便 但只要还有一份力 吴哲仲就会继续穿梭灾区 民事新闻 装顺发谢奥德 鸿顺德花莲采访报导 明天下 感谢您的观看